非凡怎么看这一局 我觉得第一个是 这个立院的开议 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到很失望 坦白讲很失望的结果 我们也在选前就已经预测到了 那第一个 这个韩国瑜当上院长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 柯文哲的支持者也都不能够接受 所以在这个乔院长的 所谓乔院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爆发出来的包括说 到底是柯主动找了谁 还是谁接触了柯等等 这些总统过程 其实我相信蛮多柯文哲支持者 也觉得无法接受 那无法接受的理由 当然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是 大多数台湾的年轻人 我相信 我相信大多数台湾的年轻人 不希望我们国会的门面 是由韩国瑜来做代表 不管你支持的是柯文哲 还是民进党 我相信大多数的年轻人 是这么想的 那尽力去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 应该成为各个 这个不同政党 坦白讲民进党当然有 有有这个 尽最大的努力 要去避免这件事情发生 那民众党被大家认为说 你既然已经掌握到这个关键的 巴西的这个席次 那是不是你也应该贡献一点力量 避免这件事情发生 大家为了这个目标 大家应该要合作 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会有所感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 其实你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政治的计算 但是巴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你就是拖到最后一刻 再来说我们全部支持黄泉山 那你前面跟大家演这一出戏是要干嘛 拜会各党团 然后跟大家演了一出说 我们要推动国会改革 我们要做若干若干的改革 提什么样什么样法案 你必须先承诺 拜会每一党 然后跑过一遍之后 然后最后在 投票的前一天再说 我这个说决议 而一致决议要支持黄泉山 那你不是把大家当作猴在耍吗 那做这样子决定 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说 其实民众党做 这个这巴西的委员 他做一个新的党团 新的这个结构里面 他其实坦白讲是一个不够成熟的状态 那这里面当然有没有懂议事规则 懂怎么玩这件事情 我相信黄国昌委员是非常懂这件事情的人 但是黄国昌委员他在做这个决定 他在他在这整套的表演的过程当中 坦白讲我也觉得 作为他过去的朋友 我也觉得很失望 我说你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子的演出 你知道 台湾大多数的人 其实不希望看到韩国瑜做院长 但你用一个蓝绿一样烂的包装 然后来去偷渡 让韩国瑜成为院长这件事情 最终的结果是韩国瑜成为院长 那做这样子的事情 坦白讲 跟我们过去所认识的这个国昌 他所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道德标准 其实都是相抵触的 那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 柯文哲支持者 民众党的支持者 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其实在网路上面各方面 大家看到那一天 我特别是在那一天 2月1号当天的时候 所有人在网路上是一片哀嚎的 几乎在20岁到35岁 20岁到40岁的这个年龄层在 你在threat上面 你在IG上面 甚至在脸书上面 每个人都是一片哀嚎的状态 不管投票的时候投给谁 这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是最终的事情是发生了 那到开议的这个争辩 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 其实也是一个烂戏 过去好几次都已经发生过 我们看到这个国昌所代表的这个主张 永远是把这个道德标准拉到最高 那道德标准拉到最高 也不打紧 你说你要这么主张 你要这么做 你能够做得到 那大家真由衷敬佩你 但实际上到最后 你自己也不愿坚持 甚至也不敢坚持这些事情 那当对方提出一些具体的理由 坦白讲 他要形作的印象是什么 我跟各位说 其实这个洪山委员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讲的很直接啦 不过我在这边 我还是想要再重述一次 他做这些 所有的这些总统的主张 他在形作一个印象是说 全立法院只有他一个人在开会 过去在他当任立法委员 2016年到2020年 这之间 好像所有的立法委员 全部都躺在 平常没事都躺在 躺在办公室里面 都躺在家里面睡觉 好像都没有人在做事情 只有他一个人在认真咨询 只有他一个人在认真工作 但实际上不是 从这段时间 从这个 议院的这个新的委员当选 1月13号 然后到现在这段时间 你刚当选的 或者不管是连任的 还是新当选的 你有多少事情要做 你要去 你要去卸票 你要回到选区里面去 跟这些地方上面的 投人支持者 你要一一的致意 你要跟大家 那你要去 回到地方经营选区 这是区域立委 不分区的立委 坦白讲有非常多 不分区的立委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 特别是包括民进党 我看到的 民进党的 不分区的立委 因为有更多 不同议题的代表 我们有儿少的代表 我们有这个争取特色公园联盟的 这些呃代表 儿少儿童权益的代表 我们也有这个呃其他呃医疗各个领域不同的代表 这些委员在准备他们上任之前 他要不要准备他要提的优先法案 他要不要准备他要做的这些相关种种的事情 当然这些东西在他在他成为立委候选人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准备 但是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从当选完到这个就职 再到正式开议之前 其实他们不是没有事情做 所以我真的要讲说 不用把自己形塑成是 唯有你自己在工作 其他人都在耍废 不用去形塑这样的印象 这对所有立法委员 其他的他立院的同事来讲 都是不公平的事情 你可以在政策主张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可以跟呃这个不同的政党之间 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主张 你要跟人家对骂 你有各种意识操作的技巧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要在形象形塑上面 去把自己标榜成是 只有你一个人在工作 我认为这没有必要 而且坦白讲 一次大家会觉得说 哦对你很棒 就是你在工作 两次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是真的是这样吗 但我们看到其他人 其实蛮认真在处理他们的议题 面对他们各式各样的选民服务等等的事情 三次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这样的自我标榜 其实坦白讲就有点太过了 第四次大家就开始觉得你在演了 第五次大家就开始觉得恶心了 坦白讲我觉得没有必要做到这样子 没有必要践踏别人 是 你要标榜自己多厉害 自己多聪明 自己多好 每个人都可以这么主张 但你把其他人都当作 他的人的努力都不存在的这件事情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是 一次两次大家都会看破手脚的事情 那回到未来的国会生态里面 坦白讲我们确实蛮忧心的 作为民进党的一份子 我们看到未来的这个整个国会议事的状态 有没有慢慢走向网红化的趋势 确实是有的 这几年的这个 这个网络生态我们都看到 那政治人物必须要连 我们坦白讲 你必须要开始做斗电影 你必须要开始做各式各样的这个 这个网络上面操作 来维持自己的声量 但是你看到令人担心的事情是国会有一个党团 有一个所谓的关键席次的议席 他在接下来四年里面 他可以是用这个所谓标局的进步价值跟这个最高的道德标准 那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他不需要让任何的法案成 他不需要让任何的法案成 但是他可以在国会里面凸显说 你看我主张最进步的 你看你们都不同意我 你们都不够进步 过去这些事情发生过 未来民众党会不会持续用这样的方式 再跟各个党团话 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跟你达成任何的协议 从这一次的这个龙头的选举 立法院院长的选举 我们就看得出来 标局的所有的进步价值高道德标准 实际上都是只是为了成就一个单一的党团 的少数的几席的立委 标榜自己的进步性 自己的主张 但最后没有要成事 当执政党我们现在确实面对到的 最大的困境 我们没有单独过半 但是在推动法案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各党团还是能够合作 让一些事情能够成 你如果碰到一个党团 他是纯粹 他也不想跟你做任何的意识形态上的 这个竞争 或是任何政策议题实质的辩论 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要让这些事情成 用这些事情的不成 来凸显自己最进步 最有高道德标准性 最理想 坦白讲这不是对待一个公权力 执政权力 甚至人民赋予给你在国会里面 监督的权力的这个意义 并不是这个样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咱们先看 还逐一路 分比不同 帮助 权力ff